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各位 我想先做一解释 对 我这个头发比较长 我不喜欢那个太长了 像假装艺术家似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因为呢这个我其实是在被封在纽约给封了半年 现在美国医院的医院 努力不拒绝 我纽约那个工作室在全球疫情的重灾区 好的艺术家都是思想型的人 对整体的人类的困境是有提示和启发的 如果是这样 那中国当代艺术家就有价值 实际上当代艺术他没有一种新的方法来应对变异的世界 就是他有点失效 每个人有每个人过的方式 我只是想把自己做得好一点 等于是个人生梦想地 是需要改变的时候 这是一个好的时代 如果你决定了 就一定要尽全力地去实现它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跳得三十岁 四十岁的 因为时代改变 你认识那世界比较大 我一个人有一个梦想 必须取分的很多梦想 生活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 找着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去享受它 人是时代的一部分 时代造型不是英雄造时代 今天的世界之丰富和变异之快 到底什么是我们的一个落脚点 请大家把门口的主要通道全都流出来 老师们同学们啊 大家小伙好 在这个寒冷的日子里面 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国际报告厅 集满了这么多的人 对徐彬先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和衷心的感谢 希望徐彬先生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 其实今天这个题目呢 有点难你知道吧 今天我们用什么做艺术 为什么要强调今天 实际上今天呢 其实它是链接昨天和未来的一个节点 是吧 徐彬 艺术家 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在这十七年旅居中 他不断将自己对社会现场的思考 融入到对当代艺术的探索中 创作出了一系列在当今艺术界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1999年 所以我们对今天的判施 所以我们对今天的判断呢 就至关重要 那作为一个搞实践的一个艺术家呢 我是觉得今天呢 其实基本上是处在新一轮的这个原始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由于科技的进展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随时面对新的科技的挑战 或者说新的生活工具 为艺术系统提供新鲜血液 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徐斌对艺术的追求 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喜欢使用不成熟的材料 所谓不成熟就是它还在生长中的 其实我比较喜欢去推进没有被触碰过的一些问题 这才值得去做 《蜻蜻之眼》呢等于是对楚门的世界的社会学想象的证明 简单介绍就是说一个孩子从出生 他呢就一直被跟拍 他的生活全是被直播出去的 2017年的作品电影《蜻蜻之眼》 清晰地反映了徐斌对于现实世界的当下性思考 他利用从公共渠道的监控录像中 获得的上万小时的素材剪辑成了一部剧情片 刻画了这个越来越数字化的被摄像头占据的世界 当时这个能够获得的这个监控画面是很难很难很少 后来我就托保安啊什么的 找来找去找一些很有限的 那时候我就意识到 这世界它就越来越趋向于楚门的世界 我们简直就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摄影团体 今天的世界之丰富和变异之快 所有的旧的制度也好 价值观也好 这种理论依据也好 其实都不能解决世界今天的问题 当代艺术总是寻找一种新的说话方法 寻找过去不曾有过的东西 我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它必须是对我们旧有的艺术的这个概念之外的 就是它无法取代 那就是先把那个 就是我们这几天做的一个准备给大家 就是先说一下 咱们就这样 那个今天的会呢 大概我想有几个内容 原定的那个作品结构应该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那个火箭的健身 第二个呢是这个在轨道上放飞的作品 还有一个是我们地面展览的 根据这时间表我们倒推 就能知道我们现在的工作应该在什么节点完成什么 这特别重要 春节前 几位航天界的朋友前来造访 他们要探讨艺术与太空的跨界合作 这就是我们根据咱们前一段讨论的一个共识 做的这么一个对星际美术馆的项目 然后呢那个天书卫星的一个设计草案 根据设想 未来的半年里 一枚火箭将搭载着中国艺术家的创意和灵感 飞向太空 这就是就是火箭的舰体的几个设计 嗯 曲彬天说 但是这两个就有点重复 这个太强了 这几个字呢就不够那什么 对 这后来就把那个 那个字就去掉了 因为混在一起也不行 这天书呢其实大家可能也都了解 反正都是几千个不认识的字 然后制造了这么一个空间 我们把中国文化放在一个很受尊重的一个关系中 但是呢 当人们进入这空间 看上去很熟悉的文字的时候呢 最后就发现都读不出来 地上的书也读不出来 《天书》是萦绕徐冰整个艺术生涯的一个作品 1986年 即将从中央美院毕业的他 决定做一本谁都看不懂的书 四年时间 徐冰参照康熙字典 自己编造 克制了四千多个无法识别的尾汉字 并通过活字印刷技术 手工编排 印制成册和几十米的长卷 这个四千多个字都是我刻出来的 因为我觉得这事得特别认真 越认真的这个作品的 艺术的力度就越强 但荒诞性就越强 就是它吸引别人去读解的 同时又拒绝你进入 它的荒诞性就在这块 将三十多年前 天书的想法发射至太空 这是徐冰在新的时代语境下 对于艺术和人类文明进程的 以此重新审视 这个的深刻性就在于 这跟所有发射那些东西的意义 是一样的 对外星人来说 全是天书 最终解密的过程就是 正确答案就是没有内容 咱们就跟解密这些 就跟外星人一样 算是外星人都听不懂的话 也是一个话 对 如果徐老师没有意见 我觉得当然是可行的 包括您的可能 过段时间又有一个特别 考玩的想法 就是我们只是提一个建议 就是让这个事件它是可持续 同时又要很多人有参与感 所有的突破 都是因为心有光自高光 但是那些人有其他人 也不可能是可行的 就是我们的心有狂状 我们弄点咖啡吧 他们在座上来着 谁先开始 都行 反正是谈谈论文 然后他能做的 2014年 在担任中央美院副院长 七年后 徐斌辞去了这一职位 但是带博士生的工作 却没有停止 对 这个灯就是有点像咱们 就是遇到一些庆典的时候 会照向天空的那种 特别亮的灯 它能照得很远 然后我又想要不要加一些雾 然后我之前因为 一直在用五珠莲做 然后就想试一下 这种立体的东西 最后的形式上面 或者是材料语言上面 怎么样去体现 就是材料读家心中的这种文化的记忆 就是现在就是我 若稳得大戴的想法 嗯 我是觉得没有题目现在 所有的艺术都可以放在你这里 太大太大了 首先那是说就是我为啥选这个题目呢 我这名字取得特别俗 就有很多比岸 但是我没选到更好 就是说比岸就是骨头帮子 就是你永远都在比岸 你永远都实现不了 你应该第一个说 要不是这说到最后我们脑子都跟不上 其实我没有那能力付出出来现在 我要是能给大家说明白的话 其实也很费急 也是要很长时间 我就不画那公目了 没事 咱们都是博士上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最后你们想知道 这整个这些是蛮好玩的 但是这个东西别我这都 当然这个 总不来说 总是一句话 咱们这当代艺术太粗糙了 您说中国的吗 还是整个 可以说整个吧 大部分 对 因为它不成熟 它不成熟也是它特性贴上 你好吧 现在越来越可以看到 就是说人类它有可能是 整体进入一个误区的 就这一段 我觉得我们这事 当代艺术它 我就在提醒 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整个它就是一个误区 今天我们作为艺术家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这是用我的英文方法字 写的一句警句 它大概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想击中这个靶心 必须把你的工具抬高一点 因为呢 每一支飞的箭 都会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像正在飞的箭上 这次去美国 是受邀参加 庆祝纽约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 成立150周年的特别创作 顺便也陪女儿过个春节 然而 怎么也没有想到 未来的一年 生活将发生如此大的改变 我那个纽约那个工作室 在这个威林斯堡 威林斯堡在布鲁克林 布鲁克林呢 有一段呢 居然就成了这个 全球疫情的重灾区 因为购物也不敢去了 所以那时候那个食物 真的变成很珍贵的东西 当时还是很特殊的一个阶段 因为你不知道 下一步会怎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他在是 电视一会儿代表徐冤老师 徐冤老师 咱们跟他视频 他们出现在 现在是 让徐冤老师 徐冤老师 不能回来 如果现在 喝到别人的话 可以有一个 现在就会被气有一个 现在的时间怕来不及啊 现在这就炸了 那这事件的差点 没想到国外也这么重 这样 还有 刘老师 在口罩呢 你干吗 在口罩都认不来的 不好意思 是防备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能回去 可是也真是不能太确定 反正现在9月 好安心最晚 给我一个记件是什么 最晚也是在5月中前 按照计划 3月到5月间 徐冰天书号原本要陆续完成 卫星内部魔方的打造 火箭外部涂装 以及与航天科技相结合的 一系列艺术实验 但是由于徐冰被滞留在美国 推进的过程变得十分艰难 开始推迟我觉得还挺好 我给有更多的时间 再把这个发射的理由和这个构思 给它弄得更结实 更到位 最后是想走还走不了 推迟到6月份 还是什么7月份 8月份 最后你真想的 就是它回不来了 它没有飞机 但是真的是挺着急 就是因为很多人建计的那些险进性 各个方面 我们接下来看火箭材料作品的收集方案 这个是一个想法 就是说这个8千多块或4千多块 是从这上头那么拆下来的 拆下来的这每一块就不一样 眼看着6月回国的愿望也成了泡影 徐斌主动加强了会议的密度 那天做那个切割作品的那个新的方案嘛 然后也没和您讨论看您的想法是什么样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 如果说太接近了就不太好 你看这几千块那个切片像那个一滩水似的 它向四周散去 但是呢 它又是有一种规定性在里头 就是它每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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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任何一块 它相互影响 它相互牵制 最新的语言 那你找到新的语言 它很有趣 是《语言从宇宙》 那是真的新的方式 让你的意见 你怎么找到这语言 其实在那时 我真的希望 让我的艺术 看起来 现实的 一般的美国经典艺术 我真的想从古典艺术系统 我想做新的艺术 但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是新的艺术 疫情的意外介入 让徐滨天书号成为了 他面对全球性灾难的一次思考 包括这次疫情 就是观众秉持的我们来发现 美国报告了超过二百万新增确诊病例 和二点四万病亡人数 在疫情持续肆虐的背景下 美国社会的治安状况不断恶化 比如疫情啊 就是说最少的人类 其实是和我们同类的微生物在相互吞噬 和相互吞噬 二十年前 徐滨也遇到过相似的议题 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 徐滨在纽约目睹双字塔的坍塌 那时 他强烈地意识到 从今天起 世界变了 此后 他在曼哈顿下城 收集了一包911事件的灰尘 三年后 在英国威尔士国立博物馆的展厅里 徐滨将这些灰尘吹散在空中 经过二十四小时落定 地面显示出 经过翻译的两行禅宗际语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么一个窘境 艺术能做什么 你必须反省 因为它直接地涉及到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其实从纽约这个订票啊 订了好几次票 有那么三四次 但是呢 有些是被取消了 有些是不确定 就隔离呢 就在那一直隔离 完了以后就是 大前天晚上吧 十二点才紧进 中国的社会现场 其实它作为一种 人们的自然生态 需要我们艺术家 如断地探索 我们如何把社会现场的自然之力 转换到我们的艺术创作上 先生 能够签个字吗 您有这书啊 真是 挺好 挺好 二零 二零 九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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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谢谢您 好嘞 好嘞 谢谢您 没事 昨天就做了一些调整 我看看这个 就这部分啊 其实是 以前有点亮 就是它局部有点亮 对 所以我做了一些这种 哎呦 哎呦 好 对不起 我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 果然是在背后的故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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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作品呢 我觉得由这些闪光灯 把效果全给那个 好好好 对对对 可能从过来看一下 它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幅非常优雅的 这个中国山水画 这是画不出来的 而这幅画呢 到背后呢 它确实由这些 现实中的垃圾啊 肺料啊 这些什么报纸啊 树枝啊 在这么一个空间中 调节它空气和光影的构成 这是它的创造 这真是它非常创造 谢谢 谢谢 咱们是走吧 来 二号车哈 行行行 太长了 假装在衣服家似的 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 太长了 假装衣服家似的 我其实喜欢那种 你看这个东西吧 最后总是需要调节一下 你的旧的思维的这种 这个认知的范畴 你才能够进入 你才能够 对这个东西才能有更多的体会 比如说在纽约的这一段呢 其实我还是挺那个 挺满意这一段 这一段呢 就是说 其实 其实还是挺安静的 强迫你和家人在一起 强迫你去对一些 琐琐碎碎的这种 收拾屋子也好 帮助做饭也好 然后那个小破院前 根本没有关注过它 而且完全是荒废的 但是呢 这次对这个院子 对这些树 对院子里的一些植物 我还挺关注的 其实反省了很多东西 能让你的创作呢 有所改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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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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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怎么样 杜宁 挺好 脱您的服 美国还要跑过来 退 剪个头发 然后剪完之后 再回美国 不不不 不回了 啊 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啊 你看看怎么用啊 照旧呗 照旧呗 然后就得多去点吧 是吧 就是跟以前差不多就一样 就可以吧 对对对 对吧 这个时代是太长了 您是什么时候回来了 刚回来 刚回来 我是在上海隔离的 您好是不是也瘦了 没怕 没怕瘦了 为什么呢 哎呀 反正这种疫情期间 情绪都不会太好 就是纽约不是有一段特厉害吗 我那块又是最厉害的地方 那行啊 看眼睛瞅瞅 好 不错 行 可以 很好 因为疫情而延误的工作 终于再度展开 许冰天书号 进入了发射前最后的调试阶段 同时 新的项目也开始跟进了 他受邀 用两方全球室内最大的整块巨石 创作他的代表作品 英文方块字 像这块它就是润过来的 这块您觉得就应该这么多 英文方块字 是1993年 徐斌在美国时 开始创作的系列作品 他将每一个英文字母 演变成中文的笔画 再重组成方块字的模样 徐斌最著名的一幅英文方块字作品 是艺术为人民 1999年 这幅作品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借由此作 他传递了自己始终如一的艺术理念 与态度 看电脑和看触屏的这个 总是有点不知道怎么 总是有点紧张的感觉 就好像总是觉得这东西是它没有存在 有时候可能随时就会丢的感觉 所以今天去买这个笔主要是 因为也是好久没去了 我都是基本都用这一家的笔 那天后一见我去它就涨价了 我去跟它砍价了 你先生不搭啊 他去那个商家店 哦 去商家店了 对对对 大概多大了 那什么的 大卡的 在美国滞留了半年多 几支常用的笔早就用到了极限 要不是受邀呈现英文方块字的作品 还想不起来去买毛笔 你看你这么一转吧 它那尖啊如果是那么 它就笔管不直 你看看那您给算一下 算一下您给我 您先生以前都给我哪个 能优惠的我今天 都给我优惠的 对对对 对 一共是五千五 那您给我五千呗 真的拿过来徐老师 我跟你说就这个笔奥文三百块钱 说实话现在去做的话 根本成本下不来 三百块钱成本下不来 上回在那里买那个笔王多少钱呢 我都买的我都破产了 五千 五千 行了那就算了吧 不是 五千五 五千 您就给我五千呗 您给你先生打电话 他肯定说给徐老师肯定五千 真的 是给不了 能给的话 我肯定给您 能给的话 咱们这么多年的关系 徐老师也没手 照顾我们的生意 那个价格确实拿不了 算了不就这样 我这把这二年都套上 好 不看了 我觉得我们反正 我们都很实在吧 哈哈 好了谢谢您了 谢谢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就这就这 然后再把上面那 还是这种方法就行 这种项目也恢复了 你看当代艺术又都回来了 这种项目也要进来 对对对 这边是集房质感 对对对 这边是集房质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的过程中我其实一直在问我自己 艺术为什么要介入太空这样的一个领域 我们用旧有的知识在判断一个 未来的又更大的新知识出现的一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旧有知识怎么判断呢 就是它实际是一个试验 当代艺术与太空科技之间像一种测试一样 其实带有一种预警性 任何领域的破圈和介入都会给你补充 你原有领域本身没有的东西 给你带来更多的这种思想的能量 艺术家得到的这个条件 他一定是用戏去做的 本节目由新青蛇主义白酒 卢州老教高光 独家冠名播出 亚装在衣服家似的 那玩真的特别爽 来来往往在冬天 冷暖到一个人单 工作了之后发现时间更宝贵 把这工作做好了 那别人是可以省一个东西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一块七毛五 那哪块是成本 怎么买了我都破产了 其实我不是来玩的 我是真的想玩好了 你打得挺好啊 不懂 去吧 我来 我去吧 在世界军事宫 是更纯粹的 你一定做得非常好 你看 我们的模样 同样在梦想墙上 从天真浪漫的最初 到拥抱一切的拥抱 我们多漂亮 一张感叹 经济的脸 未来才刚刚开始 要赢了世界的时候 还要笑得像孩子一样 好